哈囉大家好我是羅斯武 本期的灌籃高手人物誌 將給大家帶來的是 灌籃高手中最柔軟的中鋒 神奈川第三中鋒 花形透 花形透是翔陽高中籃球隊的一員 身高1米97 體重83公斤 在場上司職中鋒 是翔陽高中除了藤真之外的第二領袖 當藤真坐在教練席上的時候 場上的花形便是整隻翔陽的絕對領袖 他是田剛教練眼中的神奈川三大中鋒之一 同時也是整部灌籃高手中 唯一的柔性中鋒 花形的第一次登場是在 香北對陣腳野的比賽中 代表翔陽前來觀察前在對手香北的實力 在觀眾席與魚柱碰了一面 看著只拿到153分的香北 自信的向魚柱表示 要是換成翔陽恐怕早已經拿到了200分 在翔陽對陣香北的比賽中 藤真在賽前便叮囑翔陽的眾人 切不可掉以輕心 因為香北確實是一支強大的隊伍 而且這場球也是他們通往全國大賽的一場重要比賽 絕不能有任何懈怠的存在 對於翔陽獨自帶隊獲得勝利 在藤真面前證明自己的花形來說 這場比賽也是無比重要的 如果他能夠在藤真不上場的情況下 帶領球隊獲得勝利 就說明翔陽的實力還有所保留 到了全國大賽還可以有更多的發揮 如果不行 就切切實實的說明了自己實力以及帶隊能力的不足 雙方一開場 翔陽便因為赤木的跳球為力拿到了球權 接到一屯長球的花形 上來便準備與赤木一較高低 準備跳投的花形 看著跳起來想要封蓋自己的赤木 稍稍往後越了一步 用一擊後揚跳投 輕鬆躲開了赤木的防守 將球穩穩的投進了籃框 如此柔性的打法 讓以腳步以及身體對抗為主的赤木 嚇了一跳 除了後揚跳投 花形還有這一手厲害的第一位側影 在隨後翔陽的一個進攻回合中 花形接到隊友的傳球之後 在第一位洋裝傳球給高野 成功將赤木的防守注意力引開 然後便是一個轉身加小勾手 成功再中一球 花形多樣化的進攻手段 加上翔陽本身的身體優勢 瞬間就讓香北陷入了苦戰 成功的將分差拉開到了兩位數 只不過翔陽的優勢並沒有維持太久 香北眾人被劉川鋒的一擊單打得分給徹底激活 伴隨著攻城的串連三勤的得分 香北以下就將比分追平 逼得藤真脫下外套準備親自登場 花形健壯急忙跑到藤真面前揮了揮手 像是在表示自己還有機會 希望藤真相信自己能夠帶領翔陽贏得這場比賽 出於對花形的信任 藤真也是重新做回了板凳齊 而花形也用一擊大吼喚起了隊友的精神 並跟上一擊爆扣 再次點燃了翔陽眾人比賽的激情 緊接著又造了三井的一個進攻犯規 讓翔陽的氣氛回歸到了頂點 重新將分叉拉開到了兩位數 只可惜香北畢竟是主角隊伍 在下榜場開始之後 伴隨著櫻木在場南板上的超強發揮 以及香北眾人的多點開花 分叉再一次被追了回來 已經無能為力的花形 只能看著藤真親自上場 藤真的上場讓整個翔陽全都煥然一新 花形也與藤真聯手來了一擊爆扣 再一次將分叉拉開 不過翔陽還是差了一口氣 在體力處於極限的三井開始超神之後 翔陽僅剩下花形以及藤真能夠與香北抗衡 其他的位置完全都被打爆了 花形更是在櫻木的進攻中被直接扣翻在地 雖然是櫻木的進攻犯規 但花形也因為這一季扣籃 近乎被打出了心理陰影 最終伴隨著花形的惠陽絕殺不中 翔陽以兩分的分叉吸敗給了香北 失去了參加全國大賽的資格 花形也在比賽之後 與翔陽眾人一起流下了不甘的淚水 在仙北結束之後 為了去給即將參加全國大賽的香北助力 花形也是與藤真以及仙道等人一起 組成了祥林隊 與香北進行了一場寒暢淋漓的熱身賽 為香北送上了前往全國大賽最有力的加油 結束夏季賽的花形並沒有放棄參加全國大賽 他和藤真一樣選擇了繼續戰鬥 留在了隊中與其他的隊友一起全力備葬冬季賽 就此結束了自己在整一部灌籃高手中的所有氣氛 花形作為神奈川的頂級中鋒之一 他剛中帶柔的打法在整部灌籃高手中 絕對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即便是放到全國大賽也幾乎是沒有敵手 也正是他這獨一無二的技術特點 使他成為了林南主教練 田剛教練心目中的三大中鋒之一 這相對偏大前鋒的多樣化進攻打法 也讓他的進攻威脅 稍微勝過了赤木以及魚柱 同時他的防守能力也肯定不在赤木以及魚柱之下 否則他也不可能獨自一人帶著沒有藤真的想揚與相北抗衡 不同的一點是因為藤真的緣故 花形在球隊中的地位是遠不如赤木以及魚柱的 但是作為球隊第二領袖的他 我想他對於勝利的渴望 絲毫不在其他人之下 我覺得在花形的內心除了佩服以及信任藤真之外 也是希望自己能夠獨自帶隊獲得勝利 他一定也希望在他的帶領下 翔陽能夠成為一隻足以與任何強隊抗衡的隊伍 所以他才會在於櫻木的碰撞受傷之後 堅定的用自己的話語鼓勵翔陽的眾人 讓原本就處於領先的翔陽再一次將士氣提升到了頂點 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一個評價說 假若藤真有從政的野望 那麼岸前馬後辛勞的大概就是花形 我個人倒是不太同意這種看法 在我看來 藤真與花形更多的是相輔相成的存在 藤真的實力確實超群 靈袖能力也絕非一般人能比 但是假若翔陽只靠他一個人 真的能在落後的情況下 依舊保持堅定的意志嗎 真的能在內線高手如營的神奈川走得更遠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至少在灌籃高手的劇情年中 沒有出現過彈何帶隊成功的球隊 海南有阿牧以及阿神 林南有仙道以及魚柱 湘北更是全員開花 那麼翔陽肯定就只有藤真以及花形了 不過花形在性格上我個人覺得還存在著些許的缺陷 那便是他那一開場的相對高傲 第一次登場便對於翔陽的實力有過度的自信 以及在於湘北的比賽中對於湘北的些許不懈 都體現了他作為翔陽二當家的那一份高傲 這也許也是翔陽在取得領先之後 並沒有將領先的優勢保持下去的一小部分原因 不過好在花形在於湘北的比賽之後 並沒有將這一份高傲繼續保持下去 在認可湘北之後 花形也是謙遜了起來 才有了後面與林南眾人一起對戰湘北的熱身賽 年少總是輕狂的 這份高傲應該也算是花形一種人格魅力的體現 畢竟他還是所有球員中 唯一一個帶著普通眼鏡上場打球的存在 加上他本身外貌的那一份斯文氣質 可能這一缺陷對於他來說反而是根據特色的存在 在視頻的最後 同樣也希望日來灌籃高手以及籃球的我們 能夠記住這位神奈川唯一的柔系中鋒 花形透 好了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有什麼缺陋或者說的不好的地方 歡迎在視頻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覺得我視頻內容還行的 請記得為我點贊訂閱 我是十五我們下期視頻再見